全行道庭等紅燈 巨大聲響下的民眾同時 回頭查看怎麼回事 仔細瞧原來大樓竟嚇起 瓷磚雨 夢渣路人 心驚的六旬阿貝被K個正著 雙手抱頭痛到蹲了下去 一旁老翁與路人 似乎聽到瓷磚還在掉 全仰頭望向樓上 但我會覺得很可怕 因為你不會完全 一直看上面的東西 所以萬一如果東西掉下的話 其實我覺得受傷的 還是一般的民眾 是因為颱風 我覺得應該要擺個 就是平時的看板 會比較明確一點 4號下午5點多 人來人往的北市中山區 南西商圈 竟有大樓狂丟瓷磚 人行到路面漫步瓷磚殘骸 現場緊急拉起封鎖線 並貼上告示提醒逛街民眾 懸然若颱風快閃 但微微環流依舊繼續釀賊 4號晚間 新北市淡水紅樹林捷運 站前一棵大樹不敵 風力倒塌 佔據了三個車道 遠景道場緊急實施交通管制 公所也派員前往 拒束排除事故 另外同樣在淡水 竟有里長迎天宇陸滑丧命 有人上來的時候 發現那個機車跌到水溝裡面 跌到水溝 他的頭頭是在水溝裡面 壓壓到他身上 3號下午5點多 新北淡水翼山里長 驗水晶騎車行徑下歸柔山時 因為颱風天宇陸滑 竟連人帶機車慘衰 掉進路旁水溝 送一搶救後宣告不治 抽血檢測 九側直超標死一 有待釐清 不過這名里長 今年才爭取連任 且是同額競選 新北市宣問會表示 將公告停止 記者章有此紅玉蘭采訪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會還原 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 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